三藩市美雅醫療集團 擁有超過170位華人專科醫生和會員服務團隊 用你最熟悉的語言 為你提供貼心周到的醫療服務 免費登記成為我們的會員 美雅醫療 你的健康良伴 是不是健康的飲食一定是零脂肪呢? 其實脂肪對小孩的大腦化育 或者對成年人預防老人癡癌症 起了重要的作用 請收看以下的故事情節 教大家分析 健康和不健康的脂肪 低脂的烹飪 和適量攝取脂肪的好處 Jill需要準備 即合去和療病和高血壓晚餐 讓我們看看Jill和Linda發生了什麼 Jill 你通常用什麼食用油啊? 昨晚我用了3湯匙牛油做了檸檬雞 3湯匙份量太多了 你可以選擇更健康的食油 例如單不飽和脂肪 和多不飽和脂肪 健康的脂肪可以緩解 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 那我可不可以用橄欖油代替牛油啊? 可以啊!這個是其中一個選擇 你可以在沙律中加入牛油果、三文魚或堅果 然後在早餐的熱蜜片中加入花生醬或奇亞籽 聽到很開胃喔 我下次試一下 除了選擇健康的脂肪 你還可以用不同的烹調方法來控制脂肪 啊!我通常炒或燜 你應該考慮更健康的烹調方法 例如蒸、煮或焗 油炸過程中需要大量的油 而你的食物也會吸收大部分的油 而蚊通常需要使用高鈉的蠔油、醬油或XO醬 你通常都是在外面吃飯的? 是啊!我喜歡吃快餐 餐館的食物含有大量的油 飲食中過量的脂肪會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尤其是當你患有高血壓的時候 你應該限制每個星期出街只是吃兩次 好啦!那我少點出街吃吧! 有關其他健康主題的更多訊息 請訪問美亞醫療集團健康教育網站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請給贊同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獲取更多視頻